尊敬的大德法师 各位同餐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念佛了 知道这一句佛号的大微神力不可思议 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可以让我们消除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可以让我们在危难时刻遇难成祥 这一句佛号包括了一切的经 一切的咒 一切的福报和功德 我们也经常听到 诵经不如持咒 持咒不如念佛 但很多人呢 还是会提出疑问 这一句佛号 真的就有这么大的神奇力量吗 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 妙物法师的亲身经历 两次历险 确信 持咒不如念佛 我想大家听完了这个故事 一定会受益 非浅的 妙物法师 故事是这样讲的 古德有云 诵经不如持咒 持咒不如念佛 很早以前就听说过 此种说法 但都没有放在心上 以自己之浅薄学士 也无法去体认 诵经持咒念佛 三者之书胜到底如何 但自学佛以来 两次亲身经历 却给了墨学深深的震撼 第一个故事 大明咒与念佛 墨学1991年 于峨眉山 报国寺 当家上普下全法师 坐下 皈依佛门 恩师一生持念佛号 也教人念佛 往生净土 那个时期 学佛的人 大多数都是老太婆 记得在皈依的仪式上 占满大殿的一眼望去 全部都是老菩萨们 我们几个青年男居士 显得特别的刺眼 恩师教老菩萨们念佛 而在方丈时里 拜师后 他却教我们几个 念六字大明咒 当时就觉得非常的幸运 得到了具有神秘力量的咒语 现在回想起来 万分感谢恩师的一片良苦用心 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 恩师知道墨学身份 如果那时 他就叫我等念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的话 我们定会万分的失望 甚至退失皈依之心 这是很多年以后 才体会到老菩萨的一片悲心 回来后就一直 持续不断 也有种种神通感应 很快就出现了 神世出游的景象 大约是在1992年 或者是1993年 一次的神世出游图中 出现了一次惊险经历 按惯常的规律 神世出游后 自己都能掌握 能适时收回 没出现任何的意外 但那次出游的归途中 经过南郊烈士陵园上空时 却意外受到一股无形的 业力牵引 直往陵园里吸去 想往回走都动弹不了 情急之中就念出了大名咒 但丝毫不起作用 素叶牵引之力越来越强 自己也很恐慌 拼命念咒未有起色 这时一个奇异的现象出现了 墨学的儿子当时才三岁左右 他突然闪现在一旁 清楚地提醒到 快念南无阿弥陀佛 墨学回过神来 连续三声 南无阿弥陀佛脱口而出 第三声刚一落音 顿时脱往 那种情形 现在回想起来 还十分的清晰明朗 活脱脱的 就像一个被蜘蛛网粘住了的飞虫 历经几番生死挣扎 终于 蹦脱了 年连 重获自由一样 神士一瞬间回到了体内 回想刚才的一幕 仍然感到后怕 其中的缘由 墨学十多年间一直认为 是缘中烈士 刚强神士来找我讨债的 本能一句佛号将其击退 出家后 也仍在思考这一个经历 觉得人家为什么非得找我的麻烦呢 为什么不是有求于自己呢 他们知道墨学是三宝弟子了 路过旁边时 死死扯住不放 何尝不是祈求帮忙超度呢 这样看来更合乎情理 先用大明咒 不能如愿超拔 他们不放走 改用万德鸿鸣 仅念三生 他们顿祸超拔 当然也就放过墨学了 无论是哪种情形 但持念大悲咒 不如念佛 却是真实无疑的 第二个故事 持大悲咒 与念佛 墨学与大悲咒 也是很有缘分的 归一佛门后不久 既能顺利的持念大悲咒 而且越持越欢喜 竟于不知不觉间 自然的就能背诵了 十多年来 可以说是持得滚瓜烂熟了 这是一次发生在墨学 出家以后的经历 不是神师出游中的出现 而是出现在梦境中 梦境是墨学以僧相来到某地下室 由以神秘老者 在给几位居士讲法 墨学听了一阵发觉不对劲 乃用心一观 竟发现其缘系磨所化现的 一时难以告知 众居士 于是不加思索的就念起了大悲咒 大悲咒果然不可思议 咒音一出 一道白光就扑了过去 老者顿时现出了磨之原形 墨学一句快过一句 白光一片一片的扑了过去 持续不断 该磨束手无策 不能近身 众居士明白过来了 慌忙随着墨学往后撤退 欲回到地上的街面上来 可就在后退途中 大约还有十余步 十踢时墨学卡壳了 刚才噼噼啪啪的 就像一阵机关枪扫射一样 压住敌人的进攻线路 而此时一卡壳 咒语没有了 此魔恢复了原形 一边猙獰的奸笑道 嘿嘿 这下你可完蛋了吧 墨学仅有一刹那的停顿 一句佛号脱口而出 南无阿弥陀佛 这真是神来之音啊 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仅此一生 不是一片白光的事了 而是整个一大圆圈的金光 叉石笼罩住整个的地下室 魔也没了 居士也没了 墨学也没有了 再回过神时 墨学与众居士们 全都平安的站在了阳光灿烂的大街上 一切过程不可思议的在一瞬间全部完成 时间之快根本弄不清其中的过程 一团金光一闪 一切全部搞定了 如果把咒语比作炮弹 那么佛号就是原子弹 炸平一切业障 魔障 烦恼障 一句佛号 一团金光 威力不可思议 经中所言 无量受佛 一一光明 便照十方世界 念佛众生 设取不舍 千真万确 经中所言 念佛者 阿弥陀佛常住其顶 观音 世智等 二十五位大菩萨 日夜 随行互佑 真实 不虚 第三 切身体会 持咒 不如念佛的力量大 两次经历过程 不仅证明了 持咒与念佛 在危险 或者超拔上的区别 也增强了我对净土法门的信心 若要讲阿弥陀佛 会以众生真实之力的大力 则非莫学 所能妄测 当生舍报 既得 静登彼国 一生成佛 如此大力 实非凡情俗智 所能溃度 上述 上述第一次的经历 那时墨学 对念佛 几乎没有任何的认识 平时也未曾念佛 第二次经历 大约 相隔十四五年的时间 墨学早已死心塌地的认准 念佛求生净土一法了 舍弃万行 专修念佛 平时也未再持大悲咒了 墨学出家所在的天宝山 也是坚决贯彻 一句佛号念到底的理念 按照印光大师 当年在零年三四的做法 专行念佛 放射其余 世俗一概通通的不管 早晚功课就是一句佛号 当知 若遇普度众生 只有信愿念佛求生净土 即便今生不能令其往生成就 也一定要以种种的善巧方便 让佛号种子注入其八世田中 功德也不可计数 切记 大家不要再犹豫了 我一直在想 我早在七百年前 做瓦后宫公主时 所居寥房里 就共有西方三圣像 三圣像当时就已经很成就的了 可见不知共了多少年了 可是很遗憾 为什么 那么多事的修行 就没有一世 能老实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呢 而沉沦至今呢 有同修说我素是善根 如何如何的深厚 我可以老实的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完完全全都是在同一个气跑线上的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打个简单的比喻 我们要从大陆到台湾去 有人会游泳 有人不会游泳 没关系 如果大家一起做上了净土号航空母舰开过去 那么会不会游泳就根本不是问题了 妙无法师的这个故事 其实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修行人 应该是非常明了的了 这一句佛号 不夹杂 不怀疑 一心专念 每个人都可以成就 好了 今天的视频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